接下来我要从哪边开始填呢 这个刚刚有讲过 就特别注意就是说 5的话实际上这个5的数字 是因为我前面有总共还有四栏 所以我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填 那可是再来就是要加上什么 加上i i的话是零 也是第一次就是 再来就是呢 要填到哪里 因为我在Z1的地方有记录 它现在填到哪里 所以它自动会跑到哪一栏 然后把颜色填上去 宽度的话必须要给它 Columnwise 1 所以填一个1 然后再来颜色给它填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刚好在Z1再加上5的位置就在这里 然后呢要跑几个呢 根据什么呢 就是根据Z有几天嘛 所以要填几个格子 一个一个格子慢慢把它填上去 那这个Z的话有5天 所以就会有5次 填了5个格子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再把这个Z Z1现在是23 所以再加上 因为我后来 我还要再往后填 所以呢 必须要再加上Z 把它填 改回去 那改回去之后 Z1呢 现在里面还是看不到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把里面的颜色 改为白色的 那最后呢 当然哦 我在那个云端上面放的是没有写这个部分 因为如果你没有写这个部分的话呢 到时候 界面上面 现在是2月23 那如果说呢 使用者他又填2月23的话 可能会造成什么呢 干特图 这个地方 他会有重叠的地方 所以我把这一个 最后的结束日期 这个里面 这个怎么样呢 把它写回到界面 写回到界面之后的话 再加1 那所以呢 我这个池啊 我要知道说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啊 是在我城市这边有 Sales R加1 就是这一列 的第四栏 所以这边一定固定在第四栏 我就写第四栏 取得的 这个日期就是给 给这个地方A 所以我这个地方A取得 就是一个日期 就是2012的12月28 再来切回去 到第一个工作表 切过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A 加上一天之后 再写到哪里呢 写回去到C3 写回到C3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A加1 写回到C3 写回去 各位可以看到 本来是28 自动加一天 这样的话就避免掉 这个日期啊 可能会因为这样 重复的问题产生 OK 那就完成 这一体的这个 程式撰写 OK 我想各位 试试看 把这个部分先完成看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